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们是需要面粉 然后我已经面已经我发过了 这个面是比萨饼底的面 然后上面我会放土豆泥 土豆泥里面我会加黑胡椒和辣椒粉盐 还有白糖 这个是奶酪 这个叫看一下 马苏里拉奶酪 这个是小葱 会待会放在土豆上面 好让我们开始吧 我用了三百克中筋面粉和干性酵母白糖清水 盐和橄榄油 面已经揉好 醒发了一个小时 然后在案板上撒上面粉 这一个比萨的面团呢 不是不会发的很高 但是它会很软有一点粘手 所以呢要放一点面粉在案板上 然后呢 用擀面杖先轻轻的将它压平 然后呢 用擀面杖把它整理成 长方形的 方形的 然后呢慢慢的将它擀 擀的时候呢 是有一点 要花一点时间 花一点力气 因为呢 这个比萨的面团呢 它是比较难擀平的 但是你看我花了一点时间 擀得非常平非常大 现在我们处理一下土豆泥 土豆泥呢 我去土豆去皮以后 在水中煮软以后 压成泥 然后加入盐和胡椒 黑胡椒 还有辣椒 辣椒如果你不喜欢 可以可以舍去 但是呢 辣辣的呢 这个小面包辣辣的非常好吃 好 十分钟以后 呃 我们先将白塔 均匀的涂在这一个面团上面 然后 然后均匀的撒入盐 撒上盐 撒上盐 然后将土豆泥加过 胡椒 黑胡椒 盐和辣椒粉的土豆泥均匀的涂在 这一个涂在涂在上面 撒上大葱切成末的大葱末 或者是小葱末都可以 然后撒上 然后撒上 这个 这个 翻成中文叫 马苏里拉 奶酪 如果没有买到 马苏里拉 也可以用其他奶酪替代 好 最后的那一端呢 将它 将它封瓶 封磨 然后用手把它整理成 很厚 厚度和 厚度很均匀的 一个长条 然后均匀的分成24等 所以300克面粉可以做24个小的烏牛面包 切好以后把它用手整理整形一下 放到这个马芬的那个小模具里边 马芬的烤烤模具里边 我新买了这个软软的 呃 非常好用 然后盖上厨房 厨房 厨房 呃 大约再醒发一个小时 很重要 一个小时以后 在每一个面包上均匀的涂上蛋黄 然后进烘香 进烘香 180度 烤20分钟 就完成啦 嗯 土豆小面包 做好了 真的 好棒哦 我第一 我试做的时候没有那么好 今天做的特别棒 就是我试做的时候有点着急 没有二次醒发 所以第二次一个小时一定要二次醒发 非常软 而且里边的土豆非常软 外面的面粉非常软 上面脆脆的 土豆里边的土豆味道好棒 我刚才做德文视频的时候尝了一口 现在再尝一口 好好吃 嗯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呃 呃 欢迎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 我的视频的支持 呃 希望我会 我希望大家给我多写一些评论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 或者你觉得我哪里做的还不好 请你告诉我 谢谢 那我们下周四再见 再见 好